大家好,这里是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《好好说话》一书中,有句话说,说话之伤,都是暗伤,若无人点醒,至死不知。 寥寥数语间,道出了社交真谛。 一个人说话的方式,决定他的人生境地。 事实的倾听,不肆意发表言论,恰到好处的闭嘴,总能让人有如沐春风的快感。 相反,不懂得好好说话,只会让自己四面树敌,让人生路越走越窄。 历经岁月的洗礼,方才发觉一个人缘好的人,与人交流时,总能做到这三点。 一、倾听是涵养。 行走在人世间,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同各色各样的人交流。 但有一类人,你只要和他聊天,他总会在你说话的时候,不停地打断你, 直到他把话说完。 和他们相处,你常常会感到无奈。 朋友阿强,就是如此。 阿强平时带人热情,也乐于助人,可朋友却寥寥无几。 究其缘由,无非是他很少让人把话说完,而引起他人反感。 有一年,他和几个大学室友一起吃饭。 因为他们宿舍有个室友,是做风险投资的,经过几年的努力,成为行业的顶尖人物。 所以,大家特意组了个局,只为了听室友讲解关于投资的事情,多了解投资圈的行情。 可室友没说几句,阿强就总是打断他,说自己其他朋友的经历。 一开始,大家碍于面子并没有打断他,只是笑呵呵地硬喝着。 没曾想,他越说越来劲,完全忘记今天聚会的目的,而让其他人感到尴尬。 那次聚会后,大家都默契地没有再叫上阿强了。 再好的关系,也抵挡不住在说话时被一次次打断。 时间长了,心自然寒了,感情也就疏离了。 爱插嘴的人,他们总以自我为中心,总在自以为似的表达自己的想法,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。 殊不知,这是一种极其不尊重他人的行为。 有涵养的人,总能克制自己的表达欲,认真倾听,等别人把话说完,再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如同,莎士比亚曾说的,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,凡事需要多听,少言。 让人愉快的聊天方式,是一个在说,一个在听。 倾听,是一种涵养,是一种情商,它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。 与其,因为干扰别人说话,而惹人厌弃,不如从现在起,做个耐心倾听的人。 二,慎言是教养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你因为事业不顺心,收入不稳定。 而交集时,就有人在你耳边说自己升了职,加了心。 当你为孩子成绩不理想,而担忧时,总有人当着你的面炫耀自己孩子的成绩有多好,得了多少奖状。 当你因为和父母分隔两地,无法照顾双亲。 而哀伤时,就有人说在父母身边生活有多美好。 只要你稍有不顺心,他们就会说出一些让你添堵的话。 在电视剧《新居》里,有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。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,顾轻鱼的大伯母当着一家人的面,追问刚离婚的顾轻鱼有没有新的对象。 得知他没有对象后,立即说自己家楼下有个50岁的离异单身老男人,可以介绍给他。 在一旁的家人听后,连说他们两个人无论是年龄和条件都不合适。 本以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,没想到大伯母依旧不依不饶地说,顾轻鱼的条件虽然很好。 但因为他离过婚就不值钱了。 本来,顾轻鱼还没能从离婚的悲伤里走出来,就这样被大伯母戳了痛处。 生活中,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 每次和他们聊完天,你总有被冒犯的不悦感。 让人震撼的是,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话伤害到他人,反而觉得自己是个率真的人,而沾沾自喜。 一个有教养的人是讲求分寸的。 他们不会在失忆人前戳人痛处,更不会在人风光时接人短处。 人生路漫漫,无论与谁交谈,都要懂得慎言,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。 这不是口是心非,也不是事故圆滑,而是对这段感情的敬重。 细水长流的感情不是口无遮拦,而是能恰如其分地守住嘴。 三,沉默是修养。 每每想起作家新竹在人生不确定艺术中,分享的一段往事,总有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 小时候,新竹家里很穷,穷到三个孩子只能盖两床被子,以至于他们仨总有人会在半夜被冻醒。 有一天,他跟随母亲前往城里大姨家做客。 回家前,大姨拿出了一条毛毯,笑咪咪地对他们说,这条毛毯再闲置就会被虫子住坏了。 太可惜了,请他母亲帮个忙,带回家用。 那时,他和母亲都因为多出来的一条毛毯,而高兴了很久。 多年后,他才明白大姨的苦心。 原来,大姨早就知道他们家被子不够用。 而他之所以没有提及此事,不过是怕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。 看透不难,难的是装傻。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默契,莫过于有些事。 你我都懂,但我们都不挑明。 有人说,好好说话,从来不是会说话这么简单。 而是懂得在什么时候闭嘴,把自己看穿的那部分放在肚子里。 那些有修养的人便深安辞到。 他们不是没有看穿他人的困顿,也不是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有多窘迫,而是用沉默代替关心。 因为他们深知,生命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奈,每个人都有说不出口的苦楚。 如果说错话,会让他人难堪,也会让彼此陷入尴尬的境地。 所以,他们总能在别人狼狈时,管住自己的嘴,给他人留点空间,去清扫身上的灰尘。 这是一种善良,也是一种智慧。 他既能保住他人的脸面,也能给自己留点退路。 如果你有幸遇到这样的人,请记住他一定是很珍视这段感情。 你可要好好珍惜。 越近人间千万事,方才明白能好好说话的人,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自带光芒。 他们总能让人卸下心房,拥有惬意感。 人生之路也能越走越宽。 就像学成法师说的,大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好好说话,就是改变命运。 在人来人往中,你越会说话,生活就越醒云流水。 他人说话时,不肆意插嘴,认真倾听。 他人难过时,不戳人痛处,管好嘴巴。 他人落魄时,不随意拆穿,保持肩默。 你会发觉,事变顺了,心情变好,幸福正朝你奔赴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我们在下方留言。